Netflix已确认韩剧《后备箱》的制作和选角 徐玄震和孔刘即将首次合作 不过,在剧中孔刘饰演徐玄震的第五任丈夫 遭到网友们吐槽,这个剧情太复杂 Netflix确认了韩剧《后备箱》的制作 并公布了由指导我们的《蓝道时光》的金龟泰指导 花廊朴恩英作家担任编剧的该剧的选角 韩剧《后备箱》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是一部爱情剧,以临时结婚服务为素材 从某日湖边浮起来的后备箱为起点 由此揭开这项服务背后的故事 郑元第一次婚姻失败后通过临时结婚服务 认识的第二任妻子就是任志 而郑元则是任志通过该项服务遇到的第五任丈夫 两人的关系随着湖中的后备箱被发现而产生动摇 韩剧《后备箱》是徐玄震和孔刘合作的第一部作品 在韩剧又是吴海英,浪漫医生金师傅 你是我的春天,黑狗 为何是吴秀在中有精彩表现的韩国女演员徐玄震 将饰演任志一角 出演《釜山行》、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徐福 82年生的金智英等剧集的韩国男演员孔刘 饰演因焦虑和孤独而感到焦虑和孤独的音乐制作人郑元 郑元和任志各有自己的秘密和痛苦 逐渐了解对方并习惯对方 但有一天,他们因湖边发现的一个神秘树干 而陷入了一场旋风之中 徐玄震饰演婚姻代理公司NM所属职员任志一角 结束了四次婚姻 与郑元第五次结婚 不婚主义者卢仁志 但他却是婚姻公司的次长 孔刘饰演音乐制作人韩郑元 他深信世界上所有的婚姻都是欺骗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自己的激动心情 有网友称 太开心了 徐玄终于成功了 终于官宣了 对于这个选角对我太看好了 同一年获奖的《百想事地和事后》 都多少年没见了 神仙选角 收视保障 不过这个剧情好复杂 信息量有点大啊 也有网友表示 终于不是佩弟弟新任男主了 强强联合我的最爱 这大配角了 徐姐这剧能不能边拍边播啊 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两个都是喜欢的演员 他们的剧几乎都是精品 该剧的导演也超会拍 希望剧情千万别拉抗 还有网友表示 看耿盖这剧情有点杂乱复杂 女主经历过于丰富 希望不负众望 这剧情也是醉了 为了孔刘硬看吧 不过能让孔刘接电视剧 这个本子质量应该不错的 居然是花廊的编剧 枉非那么多带播和未拍 这得排到202几年才能播啊 对于 徐玄正和孔刘首次合作 孔刘在剧中饰演他第五任丈夫 遭到韩网友吐槽 这个剧情太复杂 大家怎么看呢 其实相比 《月水晶》《火木土》 该剧在尺度上则要大胆许多 因为在原著中女主路 人质的契约婚姻生活 不仅仅是装装样子而已 而是完全真实体验夫妻生活 就算与结婚对象之间没有感情 也必须进行性生活 而且剧中徐玄正 除了从事的职业不经 会让人感觉厘清叛道 就连他在剧中的感情也是如此 除了拥有孔刘这样优秀的 虚约客户 还要面对跟踪狂客人的死缠烂打 甚至就连身边的闺蜜 都对他进行告白 看到这里是不是以下 拉满了许多观众的追剧欲望 所以喜欢孔刘和徐玄正的朋友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了